OK同学们就要看这个一年级科学活动本 我们来到这个第26页 所以这个是单元5动物 所以练习师 以下动物的身体部位有什么功用 画线连一连 所以第一题我们看到这个是青蛙 所以青蛙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有这个谱 那么脚趾之间的皮膜 这个就叫做谱 然后我们有叉啊这个蟑螂哦 这个蟑螂不是苍蝇哦 蟑螂我们有这个触角哦 啊就触角它的功有它的 功能哦或是功用哦 就是拿来辨别气味哦 然后啊第三我们有这个 母鸡哦 所以有它的这个比较坚硬的这个会哦 我们要左一些 比如说食物啊 米啊或者是虫哦 OK都可以哦 所以没有这个鹿哦 那么鹿这个脚是来保护自己的哦 呃免兽比如说老虎还是狮子啊 攻击啊那些还可以用这个哦 所以我们看这个青蛙 OK它是用这个谱来帮助它游泳哦 所以青蛙也是可以游泳的哦 所以这个 我们连去第二个哦 那么蟑螂呢就是用触角来辨别气味 OK所以就这样哦 所以 如果你家里有一些 食物发臭了就可以引这些蟑螂来哦 OK下去我们就看这个母鸡哦所以它是用这个 灰哦来佐食物 啊这个两个字很相似哦这个是叫灰这个是叫佐哦 所以这个 我们这样画哦 别追一个 我用脚 抵抗敌人啊所谓敌人可能他的天敌是狮子或者是老虎哦 所以就这样哦 所以这个是就这样子字页比较简单哦那么这个是一年级科学活动本 我们来到这个第26页哦 OK如果OK的话你可以在这边subscribe哦 那么可以看起来有关系的video在这边 那么在这个video下面这个链子你可以按哦你可以加入哦 那让我们看上去哦 渴春运箱 在这边 我们aten里边